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定于下周访问美国蒙大拿州农业地区的中国代表团 应要提早返回中国而取消了该访问行程 蒙大拿州农业局局长罗尔夫表示 中国代表团改变了行程安排 将提前返回中国 罗尔夫说 中方没有解释为什么缩短了行程 内部拉斯加州农业部也表示 中国官员取消了对当地农场的访问 据法新社报道 蒙大拿州农场局发言人纳扣指出 中国大使馆官员通知他 这次仓促规划的访问行程 因更新的议程而取消 内部拉斯加州农场局发言人卡姆说 中国代表团来访已取消 上述消息宣布之际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正在华盛顿举行 在美中9月19日第一天会谈结束后 美国农业部部长破度称 中国代表团下周将与美国官员 一起访问美国农业区 破度还表示 中国代表团的农场参观计划 是展现善以姿态 据彭博社报道 就在中国方面取消这段计划行程 大约一小时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他无意止于中国搭乘基于中国增加购买 美国农产品的部分协议 特朗普9月20日在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两国争端不会破坏他在2020年的 竞选连日之路 他不认为自己在2020年总统选举前 需要和中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 他还表示 不愿意和北京签一份不完全的协议 一改此前有关刻意考虑接受临时协议的说法 他说 我们寻求达成一个全面协议 我们不寻求不全面的协议 路透社报道称 在中方访问行程取消后 美股下跌 消息指出 参与贸易会谈的中国官员缩短了美国行程 交息了贸易协议的乐观性 股市文讯大跌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59.72点 或0.59% 收26935.07点 史坦普500指数下跌14.72点 或0.49% 收2992.07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65.2点 或0.8% 收8117.67点 股指中指连三周升市 道指本周下跌1.1% 实指下跌0.5% 纳指跌0.7% 中国取消农业访问 无疑给美国农民泼了一盆冷水 今年4月 为了报复川普的关税 中国宣布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 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 中国2018年购买了59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中国还是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 去年购买了美国出口的约60%的大豆 美中紧张关系在本周腹部级磋商前有所缓解 川普宣布推迟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则表示对部分美国农产品和商品免除关税 报道称 几个月来 美国股市跟随贸易谈判出现改善或恶化的迹象而上下起伏 这些迹象往往是基于特朗普的评论或推文 投资者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反复 Bree的市场策略师德尔维切表示 今天出现的情况更令人担忧 因为做出决定的是中国而不是特朗普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 中方取消对美农业区的访问 标志着市场又一次因为两国冲突陷入拉锯状态 由于中国领导层认识到农业区选民 对特朗普竞选连任的重要性 美国农场成为中国的主要打击对象 在农户遭遇极端天气的同时 中国对美国大豆等农产品的报复性关税也抑制了需求 中美贸易代表腹部级磋商9月20日在华盛顿落幕 中美双方随后分别发表声明 通报此次会谈成果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北京时间9月20日报道称 中美双方经贸团队9月19日至20日 在华盛顿举行副部级磋商 就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了建设性的讨论 中方声明指出 中美双方还认身讨论了牵头人10月份 在华盛顿举行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具体安排 双方同意将继续就相关问题保持沟通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发布声明称 中美谈判代表于9月19日至20日在华盛顿会谈 以期改善两国贸易关系 美方声明强调 这些会谈富有成效 声明还称 美国期待着欢迎中国代表团参加10月的高级别会谈 中美本轮会谈是否取得进展令外界困惑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日发布了三份联邦政府公告 免除了437种中国产品的关税 但中国副部级贸易代表团取消对蒙大拿和内布拉斯加州农场的访问 这发生在美国宣布取消上述关税之后 当地时间2019年7月17日 美方公布了三份对中国加征关税商品的排出清单 三份清单合计涉及437项商品 这些商品相关税募自华进口额 约占美前两轮共2500亿美元加征清单规模的13%左右 不过要说明的是 美方实际排出的商品仅为全税务项下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 没有准确的贸易统计 所以美方实际排出商品的贸易额应远小于13% 尽管如此 这次关税排出规模仍为历次最大 从清单来看 排出的商品主要是美国国内需要的 涵盖的范围比较广 有中间品也有消费品 437种商品包括咖啡一次性过滤器 塑料吸管 宠物狗绳 宠物喂食器和喂水器 铁制烧烤架 机动车铝制散热器 露天火把台 圣诞树挂灯 电动滑板车和电单车 桌面水喷泉摆件等产品 来自美国三批对华征税清单 其中2018年7月6日执行征税的340亿美元 和8月23日执行的160亿美元中国商品里豁免的商品 有效关税豁免期为一年 而同年9月24日启程的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里豁免商品 有效关税豁免期到2020年8月7日截至 从豁免商品种类上看 多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产品 但对中国企业来说同样也是好事 这么大范围的排除清单 在谈处看来 也是美方再次释放出一种善意 CNBC消息称 美国里奇贸易基金会研究员奥尔森 9月20日发表邮件声明称 最新的豁免是默认了关税战给美国造成伤害 莫尔森指出 时机很微妙 说明双方已经决定 暂时将不再渴望升级贸易战 而是努力给10月初的谈判创造积极氛围 双方或已抱有谈判至少不会恶化的期望值 但为何中方此时不接受这种善意 提前结束访问 原因可能出自同样在美国访问的港独分子黄之锋等人 据香港新报报道 黄之锋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席座谈会时说 香港面临紧急法的威胁 加上中国或许会出动解放军进入香港 因此将香港议题纳入谈判至关重要 他强调 如果中国无意保障香港的经济自由和开放企业环境 将影响和伤害全球经济 黄之锋、何韵诗 星期四出席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中心座谈会 黄之锋在会上说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获得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50多位议员支持 一旦通过将向北京发出信号 让中国付出代价 他说 该法案很快将列入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议程 这向北京发出信号 美国将香港视作特殊而独立的经济实体 北京若压迫香港必将付出代价 黄之锋说 我认为这表明了经济自由并非取决于北京 从过去到现在 拥抱自由价值的国际社会 是这么承认和对待香港的 针对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中加入人权条款事件 中国外交部强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怒怼黄之锋称 黄之锋身为中国人 却到处去祈求外国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 对于这种人 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发言人 已经给予明确的定性 我想他是没有什么资格 来对中美关系当中的相关问题说三道四的 中方在涉港以及中美经贸磋商问题上的立场 是一贯和明确的 我们只想再次强调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政府 任何外国的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 那些反中乱港 斜扬自重的言行和图谋 最终都不会得逞 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都是自讨没趣 美国政界此前有声音 要求将香港问题与美中贸易谈判挂钩 但美财长鲁青9月12日表示 香港问题不会成为美中贸易谈判的议题 与此同时 贸发局在洛杉矶举行 迈向亚洲首选香港论坛 是贸发局历来在美国最大型的推广活动 贸发局主席林建月带队 连同2000位本港及美国商家出席 商务级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行会召集人陈志思已有参与 在近日中美贸易战阴霾下 纽约 洛杉矶等多位重量级官员和业界领袖 都有分享 向当地业界推广香港 拓展亚洲及内地市场的机遇 场面相当热闹 虽然特首林郑月娥今次未有随行访美 不过亦有邱局长一连几日访美 早前 全球极其的网民就号召 在洛杉矶的港人到贸发局活动采场示威 有十多人参与 拉起 Free Hong Kong 横额 并高叫口号 表达支持港人争取五大要求 而会场内 邱腾华在发言时 有三名与会华人 以英文及广东话突然高叫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Demokaris Non 等口号 被保安拉离现场 邱局长说 示威是香港日常生活已打圆场 行政会议成员 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 昨日在接受采访时强调 美国国会不应干预香港内政 他已指出 黄之锋和运师之流并非民选出来 言论不代表其他香港人 他有批评他们的发言有误导性 令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以为 香港的人权自由受到损害 叶刘淑仪认为 美国国会讨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内容包括 要求香港在2020年实行普选 及对基本法23条立法设立条件 都属香港特区内部事务 是特区高度自治的一部分 美国国会不应干涉 叶刘淑仪指示 有年轻人到美国促请尽快通过有关法案 且言论具有误导性 另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误以为香港人权自由受损 他表示希望美国国会议员另听不同声音 对香港实际情况有更深入及中肯了解 若美国国会发出邀请 他愿意到当地作证 讲述香港的实际情况 包括民主自由无数的破坏 叶刘淑仪又指出 示威游行中 有年轻人手持美国或其他国家国旗 他认为不恰当 是侮辱自己的国家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